嗚 终于可以出国 超开心的 哇 你看外面的天空 鸡美 我现在就是要去西班牙去参加MWC的发布会 哇 超兴奋的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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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我现在在家 嗚 嗚 嗚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杰哥 今天这场发布会真的是非常荣重 那个HONOR 迟迟不带出它的旗舰 原来它直接在MWC 公布出来 其实很多人也是猜到了 没错 这一次带来的就是HONOR MAGIC 4 PRO 同时也带来了很多 包括了HONOR MAGIC 4 Yearbox 3 PRO MAGIC V 还有HONOR WATCH GS3 其实这些之前都已经发布过 不过HONOR MAGIC 4 PRO 这个就真的是不得了 里面有很多我没有看过的一些新的东西 首先我们先看它的设计 这一次采用一个ICONIC DESIGN 前驱后驱 整个设计看去呢 就知道那个手感是好到没有话说了 而且它前屏还是搭载了一个四曲面玻璃 四曲面玻璃呢 最艰难的地方就是在于 它的脚边到底要怎样去做才美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看到它的边框 有四个角的王冠 hold住那个顶级的HERMERS 屏幕 为什么我会讲它的屏幕是HERMERS 级别 那个等一下 然后我们继续看它 DESIGN 然后在后背方面 一桶式的造型 其实一桶式造型跟一些呢 它们的镜头搭载在边框的 它们之间的差别就是在于工作的难度 因为你要把它放在中间哦 你想啦一个MOTHERBOARD 然后你要把那些镜头移在中间的时候 你其他东西是不是又要重新编辑过 所以你要把那些镜头放在中间呢 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反正我个人觉得啦 那个镜头在旁边呢 会会比较美啦 And 在颜色方面分别就有 贵族镜 经典黑 纯奶白 跟皮革橙 同时还配有IP68级防尘水 然后接下来HERMERS 等级的屏幕 搭载了6.81寸 OLED 无刘海 神异色全屏幕 So 在视觉效果方面呢 你根本不用担心哦 整个看去呢 就非常无边的感觉 再加上它自家技术 MotionSync MotionSync其实跟之前其他手机很相似 好像LTPO 2.0 它会根据用户用这不同应用程序的时候 给予适当的刷新率 给予这操作的同时 也带给你更长的续航体验 And 在触控采样给你360Hz And 接下来才是LTPO 诶 这么又LTPO 了的 这一次它这个LTPO 是在PWM D-MIM Compat with iPhone 13 Pro的480Hz 在暗光的情况下 你会看到闪烁的问题 iPhone会比较严重一点点 So 这一款呢 它已经提升到一种境界 So 在暗光的环境下看屏幕呢 眼睛会更加舒适 同时还配备了MEMC Motion Blur Cancellation 当你在看一些视频出现掉帧的问题 通过这项技术呢 能把30帧的视频 Bump去60帧 让整个画质看去更加湿滑 有没有啊 30帧 直接Bump去60帧 哇 感觉好像很不错叻 干嘛 加个气 So 在屏幕的配置呢 哇 真的是非常顶级之外 还配备了Dual T 就是Sacurity System 因为在前屏呢 它是配置了双镜头 一个是3D Face Sensor 另外一颗呢 则是12MP的Ultra Wide Angle 自拍镜头 So 透过这个3D Sensor 可以更精准的识别 包括在指纹识别 之前很多手机都是Optical 然后这一个是采用Ultra Sonic And 去到相机配置 由于这一次搭载了 ST8 Gem1处理器 So 演算法方面呢 多了很多东西啊 首先我们先看配置 它是搭载了50MP Wide Angle 50MP Ultra Wide Angle 还有64MP Prescope Telephoto Lens 支持了3.5倍光学变焦 100倍的电子变焦 And 再配合它Honor Image Engine 自家的演算法 当你在拍摄的时候 Zoom in 到多少倍 它会配合它的超广角 或者是配合它的 Telescope And 两颗镜头一起拍摄 再透过它自家强劲的融合技术 让整个画质提升将近160% 可以带来更多的detail 同时它也针对颜色的还原精准度 下一番功夫 So 基本上它跟DXLR的那个 拍摄出来的画面是非常接近 它的精准度能如此的高 其中一项原因就是11色生态链 刚刚我们就说它的屏幕给你11色 在它拍摄也有11色演算 包括Video 它的4K 60fps Video支持10bit演算 So 拍摄出来能显示更多颜色 再加上iMax & Hunch 这也配备了DTX双扬声器 由于这一次它是无打孔嘛 So 整面屏是没有扬声器 才用屏幕发声技术 之前就有博主评测出它的声音可能会比较大声 旁边的人都会听到 So 它把这一下技术再度的压缩成精华出来 让你的Privacy大大的提升 再来就是业界里最高峰值的双100瓦 如果是有线方式不是最高峰啦 but then 无线方式是最高峰 100瓦无线三充 15分钟就能充上50% So 目前 Honor 50 Pro 它只有一个配置8GB RAM 256GB ROG UROG那边是售卖个1100块 换算到马币是5100 but then 据我的经验推算呢 应该是在4000多一点的价格而已 应该不会到5000 Maybe So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先 我就是那个有话不能好说的 Mr.杰哥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